好 周末嘉宇来了 这两天的天气依旧是很热 那很多人说 哇 明天要赶快冲到嘉宇这边 要来看这日环石 也是号称上帝的金戒指 那其实想要看日环石 就只有在这个环石带上面的县市 能够看得到 那嘉宇县市当然是最好的观测点 那另外也包括了云林 还有包括是台南以及在南投 还有东半部这边 花莲的南部 还有台东的北端 这边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如果这次错过的话 一百九十五年后才会有 所以想等也等不到了 这辈子都再看不到了 因此大家特别的关注 那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 外岛其实是最好的观测点 因为在明天 云亮这边是会最少的最晴朗 下午的四点十一分 这个环石就会出现了 短短的一分钟而已 所以要把握时间点了 那另外呢 在云林和嘉义 还有包括像是阿里山 时间点会落在这个四点十五分的时候 可以看到完整的日环石 上帝的金戒指 那也要提醒大家了 因为在明天呢 多云到晴的天气 但是呢 以晴朗度来讲 其次在沿海地方 相较于市区来讲 会比较晴朗 那山区这边云亮可能稍微会多一些些 但是基本上呢是不太会下雨的 因为在明天的天气呢 唯一的雨区大概只有在山区的部分了 所以如果要看的话 最晴朗的地方会是在外岛 再来是沿海地区 然后再来会是在市区内陆里头 所以呢 也预祝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上帝的金戒指 但是观察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不能够直视太阳 一定要有专业的设备 不然眼睛是会很容易受伤的 那明天还是夏至哦 所以天气也都是非常闷热 要去观赏的话 也要多多补充水分 就跟今天一样 因为今天各地的紫外线 几乎你看整个南台湾 东半部地区 通通都是紫暴危险等级 那另外红色色洞海呢 其实也是过量等级的紫外线 所以呢都是非常的炎热的 小心别中暑了 因为外头真的是非常的闷热 因为都没有什么降雨 降雨的部分 以今天来讲 零星一咪咪一点点 山区的部分 还有在宜兰这边 可能会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但是都非常非常的小 那未来几天也都是如此 那在明天的状况 早上的时候呢 清晨时间 可能会有一些西南风过来 所以中南部可能会下雨 但是雨是白天过后 就会缓和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午后 山区的部分会降雨 温度上未来几天 通通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而且今天呢 针对八个县市都有发布高温预警 整个宜花东 北北基宜兰 还包括是南投以及高雄 都可能会出现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大家防晒补水 非常重要喽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明天可以如期看到上帝的经界 操红 Satan 可能是真实的 跟母门一点 都比赛 Ange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